哈喽大家好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情故事机 前几天有一期聊天地会 提了一嘴这太平天国长毛 我看有朋友问我能不能聊聊这个长毛的事 说实话他们这事忒多了 但是您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那所谓的天津事变 长毛贼占了南京之后 把南京就改名叫天津了 这个事放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 都是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 也被后世教科书称为太平天国转折点 但是这事历来特别神秘 中国这边相关文献特别少 但是洋人对此事记载颇多 今儿咱就聊聊天津事变这个事 这个事发生在1856年9月1号 我看百度百科写的9月4号不对 中国对这事记录真的错误百出 应该是9月1号 当时长毛贼有一个北王叫韦昌辉 带人杀了东王杨秀卿 还把东王府里头几百人都弄死了 之后这事件不断扩大 凡是跟杨秀卿关系好的人都被清理了 到了当年11月 韦昌辉被杀 紧接着又是一顿清教语党 前前后后南京城死了好几万人 那场面真叫血流成河 是不是 据说当时从城外头什么路过老百姓都能看见这城里头血流出来 据说但是这个具体没有考证过 这件事史称叫天津事变 要说这事咱还得往前倒倒 三年前长毛刚站南京那会儿咱就开始说 1853年的3月长毛站了南京城改名叫天津 那进了城的这洪秀卿那就扎天王府里去了 基本上也不过问大小事故跟那几千个后妃啊 宫女啊就玩的可开心了 长毛的日常事故呢 由这个东王杨秀卿啊 他来管理 这一管就出点事了 这个长毛刚起兵的时候啊 号称是全员皈依基督教 但是说实话就是那拜上帝教 那就是一邪教组织 对吧 这洪秀卿他是上帝二儿子 所有不信我的这个啊 那都得被消灭 其中呢就有儒家那一拨人 于是乎进了城 长毛贼就第一个就开始迫害读书人 什么烧孔庙 对吧 抄读书人的家把这书抢走烧了 强迫这个南京人啊 必须得皈依我们这邪教 对不对 强迫这和尚老道 你们得还俗 不还俗 你不入教会杀人 如此这般啊 这长毛贼在这个南京城 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 后来呢 这长毛北伐啊 北伐还有西征啊 最北边呢 打到了天津附近啊 后来被这个森格林沁的这个蒙古骑兵给击败了 北伐失败啊 这西边的石大开呢 跟地方武装也反复争夺什么长沙呀 那些地方 总而言之吧 这两头都不顺 大清朝呢 这边呢 又派人在南京周边成立了江南江北两大营 把这个南京城就给围住了啊 长毛贼这会儿可以说啊 形势很不乐观 说实话啊 这个杨秀卿这孙子啊 确实比洪秀全要务实 人家是负责具体事的 对不对 洪耀全您就是个吉祥物供着的 杨秀卿这会儿琢磨了 咱们不能再想之前那么杀人了 你得想办法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 于是呢 打算改变政策 拉拢这帮读书人 这一拉拢出事了 北王北商辉 还有一个叫秦始刚的人 不干了 这秦始刚是一个猴 后来呢 也被封王 我看还是百度百科说啊 这秦始刚是一个王 实际上他那个王当了没两天 就被杨秀卿给撸了 这俩人不干 这俩人呢 不甘心屈居人下 被这个杨秀卿的15克6了 要跟这个杨秀卿分权 于是呢 就开始搞党争那一套吧 对吧 凡是杨秀卿说的 我们都不认可 是吧 你们要拉拢读书人是吧 我们俩就反对 杨秀卿政策推行不下去啊 没关系 他有一周绝的呀 上帝下凡 当年啊 这长毛还在这个紫荆山巨异的时候 有几年啊 这个洪耀全不再回老家了 觉得这个革命事业 发展不下去就回家了 这会儿呢 人心涣散 杨秀卿那就表演过这上帝下凡 上帝就下在他身上啊 以此笼络人心 后来呢 又有一个萧超贵的 号称是这耶稣下凡啊 叫天兄啊 反正也玩这一手 后来等洪耀全回来 哎呦 发现自己多了一爹还一哥 哎 但是那会儿啊 这仨人演戏啊 有正面效果 于是这三傻玩的可开心了啊 后来这个萧超贵站死了 平衡出问题 以后咱再说这个话题啊 这杨秀卿一看 这伟昌辉跟这个齐志刚反对 那得了 那把原来这套把戏 拿出来接着用吧 就开始表演这上帝下凡 用这上帝的口吻 命令其他人都在听我的啊 公开指责 你这洪六拳干的不对啊 甚至有一回 打了洪六拳四只板子 哎 这几个人没辙呀 知道这孙子是装的 但是你得听着呀 你现在要不听 那之前几天瞎话 你白说了 对吧 那我们这个根基就要受影响啊 所以每次这个 上帝要下凡 这杨秀卿啊 这就所谓出神啊 浑身打哆嗦 口吐白沫 这个伟昌辉呢 您必须跪着 服侍在两侧 对吧 次数多了 伟昌辉肯定受不了啊 然后就在这个杨秀卿 神志所谓恢复之后 变本加厉的反对他 这伟昌辉心里不爽啊 那洪秀全更不爽了 我是主角啊 对不对 我凭什么得听你杨秀卿的呀 多少次下旨 取消这个杨秀卿的各种政策 几股势力呢 相互争斗 俨然有一副要内耗的趋势 但这会儿啊 实际上他们也都明白 形势不乐观 不能争太狠 既然这个长毛 咱们号称这个基督徒 是不是 那基督徒内部出问题了 怎么办呀 让其他基督徒来拼命理 于是呢 他们开始想办法 让这个洋人来南京 分辨一下谁到底是对的 那有没有洋人乐意 管这堆糟乱事呢 还真有 而且呢 不少 洪小泉第一个想到的啊 是一个美国神父 叫罗孝泉 都是全自备的 这罗孝泉呢 跟长毛的关系 那渊源流长啊 早在这洪小泉 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 他差点啊 就让这罗孝泉给洗了礼 正式入教 你说给洗了不就好了吗 对吧 正式入教 少一个长毛 对吧 但是阴差阳错 有中间确实有小人作梗啊 没成功 但是这个罗孝泉呢 一直跟洪小泉俩是关系不错 这个洪小泉写信 希望他过来评礼来 罗孝泉一听 那我信徒成了事了 对吧 那得去南京转转呀 万一封我一个什么护国大法师 对吧 那我这一下就厉害了呀 但是呢 有意解 您这罗孝泉啊 是美国人 美国当时啊 严守叫中立政策 禁止任何官方私人 倾向太平民国和清政府 那更是严禁 这个罗孝泉访问南京 于是乎这个支持洪小泉的势力 没来聊 美国人来不了不要紧 还有英国人呢 英国人特想跟这长毛接触一下 之前您听我节目 包括现象活动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会儿英国人啊 正跟大清朝打官司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能不能进这个广东城 做生意这个事 两边吵得是不可开交 1853年前后 突然安静几年不折腾了 原因呢 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太平民国成事了 英国人一听这是一基督教团伙啊 有心在他们和大清之间抉择一下 万一基督教这帮人赢了 那以后两国之间信仰相同 生意好做 于是呢 这英国人就派人啊 来到南京城 想看看这所谓太平民国到底什么样 1854年6月 这英国公使鲍令 就派了一个叫麦勒西的船长啊 开着一艘叫祥伟舌号的船到南京城 长毛呢 一开始能让他们进城麦勒西呢 只能是写信给杨秀卿 表明自己来意 并且呢 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问题啊 大概就是 你们有多少人啊 多少户啊 多少兵啊 日常行政什么样的呀 这种日常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事特尖锐 凭什么你杨秀卿的这个头衔里头 有劝慰师跟圣神风这俩 解释一下啊 劝慰师和圣神风 实际上是洪有权翻译英文圣经的那个 圣父和圣灵 基督教认为啊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是上帝 您杨秀卿 这怎么还占了其中俩呢 言外之意 英国人对这种行为 那是又奇怪又愤怒 这杨秀卿也明白他什么意思 义正言辞 回了一封信 信中呢 反问了五十个问题 说呢 我拿这五十问题啊 考考你卖了西 如果你答得出来 那你就是正牌基督教 如果答不出来啊 那你冒牌的啊 请滚 挑起来跟大伙说说啊 上帝多高啊 上帝连衫怎么样 上帝有胡子吗 上帝穿什么衣帽啊 上帝除了耶稣还有别的孩子吗 上帝会写诗吗 上帝写诗快吗 上帝酒量怎么样 耶稣多高 耶稣穿什么戴什么 几个孩子长什么样 巴拉巴拉巴拉 最后一个问题特直白 你们他妈英国人连上帝都没见过 跟我是瞎嗶嗶什么呀 麦勒西拿了这回信都晕了 您这哪是基督教啊 您这就是邪教啊 麦勒西也不客气啊 给杨永青回了封信 文笔呢 就真的是非常犀利 其中有段这么写的啊 我麦勒西要对你们说明啊 我不相信你们的教条啊 对你们的说法不赞同 我们只相信新约旧约 上帝无情 耶稣是他唯一的孩子 耶稣替人受罪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三天之后复活 生入天堂和上帝始终为一体 今后他还会再次降临 信耶稣者得永生 不信者迷途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就是上帝 你杨永青啊 呸 作为一句话 这个骂骂大街的 这呸是我家的 其他的都是这个麦勒西 当年回复的原话 跟这信一块的呢 还有一套这个正经的 新约跟旧约 一起送给长毛 你们给我好好学一学习 之后麦勒西掉头就走 不跟你们接触了 拿到回信和圣经的这长毛呢 除了生气之外 更多的是什么呀 恐惧 杨永青跟红友权这俩 本来是想让人分辨一下 谁是对的 您现在俩都给否认了 对吧 上帝就一个孩子 那红友青自己这二儿子 那下说呢 对吧 上帝无情 那号称见过上帝的 红友权 那就是骗子 那下凡附身的 杨永青也是骗子 对吧 俩人泄了气了 琢磨怎么办吧 扎好招 得了 上帝再次下凡吧 于是这杨永青就再次出神了 出神之后就冲着所有人说 那帮洋人是胡说的 他们那个是邪教 咱们这个才是对的 而且他们送来那圣经 里头有不少问题 你们改一改 改好了就能用了 这句话两重意思 一来否认洋人稳定人心 二来杨永青要争权 为什么呀 改圣经 谁来改 那肯定是上帝亲自改最合适 上帝附在杨永青身上 那他就拥有了修改圣经的权利 这不是闹着玩的 定义教义的权利 谁有这权利 谁就是邪教的老大 要说之前 姚永青什么各种羞辱洪有拳 那是洪有拳没起杀心 但是现在不除掉你是不行了 于是1856年9月1号 南京城血流成歌 石大开在前线也得到回南京秦王的命令 但毕竟离得远呀 回来晚点 等他回来的时候 都那个东王府里 那都真是尸山血海呀 据说当时的这个尸体能堆到五六个人那么高 您琢磨吧 然后呢 石大开就去质问这个凶手 这个伟长辉 还有秦志刚 伟秦俩人气不过 就把这石大开全家给杀了 石大开率兵十万 围住南京城 要求红永泉杀了伟长辉 还有秦志刚 红永泉没招 只能照办11月2号秦尾俩人头双双落地 石大开进城 但是心中这层隔阂呀 再也没能取出 不久后率兵西征 再也没回来 从此之后 南京长毛势力断崖式的下降 再往后就被消灭了 列位啊 这事我说的轻巧 这个天津事变这几个月啊 南京城的杀人都杀出花来了 您知道吧 这股都说出来 那这期就十八劲了 对吧 当然我知道您也喜欢听 啊 那真是刷新人类的认知啊 对吧 这帮长毛号称自己是基督教啊 那就把人类文明支持 为什么我们不爱管 那叫太平天国呢 因为它既不太平也不天国 咱先不说这个啊 您就说他们杀人这个原因 那其实啊 说实话 比这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干的更没底线 清政府搞党争啊 都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杀人 对不对 长毛贼干的出来 可见这帮人要能成事 那才是中华文明的灭顶之灾呢 好了 关于这个天津事变吧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是先生会 你和人类顾住机 你和人类顾住机 谈点 我好 我 我 谢谢观看